各位网友,早晨,我是聂仔 正所謂秋風起,吃辣味 今次我都不收拾了 就做一道多仔菜炒辣腸 看看大家試過吃多仔菜味 我們又來到街市了 近來走開街市見到多了這一款菜 叫做多仔菜 很多時候在菜檔見到已經是斬開了一件件 像現在這樣,一圓圓的樣子 如果你想看看它的真身 相信都不太容易 所以就等我去找一下它的真身給大家看 我就去了第二個街市 大概去了三四個街市 終於都被我找到這裡有它的真身賣 我們一齊來看看吧 一拿上手,真的相當重手 這一球大概有兩斤多東西 這個比較有少少焦 就是有少少乾,沒那麼漂亮 我就拿第二個出來 其實它都非常聚首 一個大概有兩斤多到三斤左右 不要緊,我們買回去再慢慢研究 由於菜檔姐姐說炒辣味非常好吃 我就聽它說,去買蠟腸 蠟腸有很多款的 有長有短有不同地方 就不管了,我買了三條 我們本地香港出產的 就賣88元一磅 我三條加起來就賣了三十多元 就買齊東西,回去開工了 我第一時間看一看菜頭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大概有1290克左右 圍起來大概有兩斤半左右 這麼重的原因是因為它很實肉 所以都比較重的 這個就是多仔菜 是不是有很多個仔呢? 看看它旁邊 如果讓我們買到 通常街市的菜檔 都是一個個幫我們切開 這個就是它原本的樣子 很大棵的 還有有很多個頭 這裡就脫了一個 我們處理 多仔菜,又會叫做異菜 學名叫做抱子芥 因為粗大的根部上面圍繞著一個個 脆綠色的牙包 就好像很多小朋友圍著媽媽一樣 所以就叫做多仔菜 多仔菜的主要產地在四川、重慶 採收期為12月至3月左右 屬於芥菜的一種 味道帶苦、梅金 功效能夠解毒消腫、放癌、礦癌 由於異菜含有豐富的食用纖維 有助縮短糞便在結腸停留的時間 稀釋毒物降低致癌因子的濃度 從而發揮解毒防癌作用 可以用於防止結腸癌、乳腺癌、肝癌等等 另外異菜還含有特殊的鮮香氣味 能夠增進食肉、幫助消化、利尿脆溫等等功效 我們處理它的時候 先找到這些款,像椰菜花一樣切開 全部都切開 逐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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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漸逐漸,找它這個位置 再將切幾刀 已經變成平日在街市上 行為購買的就是這個樣子 最後就變成這個可己 剩下這個芯 那我們要去摸摸摸摸摸摸 有些硬度的硬度的 Works 我们就要不要了,就不断选择这些厚身的出来 还有查一下这些,有没有菜不要了 接着就变了一个说什么样 我们就要把它切片,切厚片 这么厚 切厚一点也不要紧 这些也是,全部都选择了 见到有些不漂亮的位置,我们就要撕走它 最重要是你摸上手,粗粗的或者这些老,就一定要去撕走它 这些烂烂的,啡啡的,我们都先撕走它 逢是深绿色,你可以这么说,摸上手有点硬,我们都不知道 之后就把它全部切片 接着,如果头部怎么办呢? 整个头部有很多这些深绿色的 其实浪费点的话,就可以这样去飞走 飞走这些位置 我们只需要一条芯 芯才最好吃,好像西兰花 有些人不吃过头部,头部会扔的 我觉得浪费点了,就会去到这个状态 这个芯我们可以开边再去切片 切开了这样 之后你怎么切都可以 如果你想切长方形,把它切到这里 这些就是最好吃的 不是,先把油放进去 切好了,就会变成这样 切成这样 也有很多次,切出来这么大 还有,我都说了,里面不是那么多叶 就会比较多实肉 我们切成这个尺寸,大概是一只手指 我们煮起来就会变成三分之一 即是咬下去就会爽身一些 切成这么大,我就吃不完 那我们还没洗之前,就收起些少 先浸洗它 接下来,大概是两三茶匙盐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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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驱一驱航器 之后就将腊肠剪开,分成三条 那我们首先,就用清水洗一洗干净那边的面 跟手,时间刚刚好 那就洗完多仔菜,撞两次水,冲净它 隔水备用就可以去飞水了 水滚起,我们就要先将这些多仔菜出一出水 因为这种菜,它的味道其实有点像芥菜 所以都可以放心 这样就煮一煮,出一出它的车味 所以这种菜,我们不出水就不太好 因为很多人都不会喜欢吃芥菜的味道 特别是小朋友 所以做这个菜,我们一定要出一出水,最好了 大概分两分钟左右,这样就可以拿起 大概半熟左右 好,可以这样说 那我们看到它开始有点透透的 即是它原本是白色的 那它开始慢慢变色,就去到有点透身 即是四五成熟,就看到这些透透的明 这样就可以起得了 那这一煮水就已经有一股奢味出来了 有机会拖一拖水就会 闻一闻,其实现在已经闻到一股味了 OK,那这个就出完水了 很漂亮的颜色,脆绿色的 接着就要将这些蜡腸都拖一拖水 因为蜡腸我们用水洗是很难洗的 只是轻轻可以冲到表面的一些小小的脏东西 因为蜡腸风干了一些东西 我们不出水,很难把它分解到油脂 因为那些层会被油脂住了 那就要放一点暖水也可以 可以就可以浸泡了 浸泡完之后再去 mum作一下头 裙一损一点面的层 这样就可以了 烧的时候很快 最主要 mothersonic 게 会变得有些味道 大概有十秒 或八秒,就可以了 否则腸的香味会流失 OK這樣就可以了 再煮一次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把它切成片 打斜切片就会好看一点 所以就斜斜的、长长的 差不多 很漂亮 漂亮的腊肠就是这么多油 切出来的油份很纳纳的 而且足够均匀 不过有些人喜欢吃瘦肠 我觉得这一只肠真的不错 看样子都觉得它漂亮 一边切到香味都香出来 切的时候要小心点 因为它都比较硬 所以如果有发现我切什么东西 都会有些不同的刀具 因为我也是方便自己 当然有些一把刀走天难 当然没问题 但最重要是舒服 所以我们做事每一把刀的性能不同 都是想为了自己舒舒服服 OK 切完就这样 很漂亮很漂亮 手摸上去都有一些油份 均匀的猪肉 肥膏还肥膏 肉还肉 正 很美味 又到了埋露的时候 那又是热锅下油 接着就先爆了些姜 爆到些姜 单边有少少黄 就可以加蒜 不要说爆了两边才加蒜 我这次的蒜是大粒一点的 我不想那么碎 因为转色转得很快 转小一点的火 接着呢 已经加了些腊肠 因为那些腊肠 其实有些 如果它担心它硬的话 其实要用水来蒸一蒸 它就会软身一点 蒸完再切 那就会容易吃一点 但如果像我那样 放少许油去煎一煎它 那就会香厚一点 但是做出来 没有蒸那么软的 很快 腊肠又是 一放下去就香得不得了 蒜已经立即变色了 煎一煎 哇 立立的一煎下去 然后就养开它 最重要就是一个 偏向小一点的火 煎到那些腊肠 有少少 单边有少少香 大概有一分钟左右 就会去到这个位置 就有少少焦焦的颜色 出来了 就好像这些 明显一点 哎呀 倒了 这样单边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再去 拌一拌它 那这个时候它现在的火已经很热 那就先够一够火 有少少焦焦的 有些蒜 所以要烤烤的 然后就下来 那些菜 下来 然后下来 就什么都消灭了 然后就拌一拌它 最重要是蒜 就拌上来 如果它是这些变色的 又担心它苦的 就要拿起来 就是这些 然后就拌起它 还有我们烧这个多仔菜 已经是去到四五成熟了 那这里都是相差三四成一半左右 所以 还有看到它 会出了少少水分 在这里 有得它用这个菜的水 来煮一煮它 那它呢 都会不断地在出水 不过水分就不是太多 那我们呢 跟手就可以下少少盐 虽然腊肠呢 就有点 咸味 那我们怎样都放 三分一个茶匙 那下了盐呢 那些菜就会 出多点水 快点出水 那又是铲底来去 翻它 那直到 这些菜呢 淋身为止 那其实现在呢 就 这些厚厚的 这些尺寸的 就是有点软软的 如果再去熟透 那就是会变成透明 就是由透明开始变成白 由白色变成透明 这样就熟透了 那如果你转下去的时候 还觉得它很不够透身 就是偏向硬的话 那我们可以开大一点的火 那加多一点点滚水 或者是上汤 那就是少少 那边就熟透了 那盖上盖 那盖上盖 焗一焗它 那它就自然很快就腍了 那大概就 焗二十多三十秒左右 好 开来看看 那这就焗了二十秒左右 因为真的不用焗太久了 哇 不得了 没有水了 那最后呢 那我们想它再香一点 就加一杯小玫瑰露 那它那些多仔菜的味 呢 那两杯 那些多仔菜的那些 那些青味就会走光 好 搞定 那大功告成了 都叫做快靓正的菜式 那 美不美 OK的 立刻吃一件给大家看 哇 好热 那看上去呢 就这样 就这样 扣身了 这样就熟了 今集的多仔菜炒腊肠 就完满结束了 那希望大家都喜欢今集的菜式和解说 如果认为影片实用 有用的话 就记得给个like with like 拍片真的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有你支持 就是我的拍片动力了 今集讲到这里了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怎么样 好不好看 就这样 试一块 辣腸 嗯 硬硬的 真是挺香 硬的 有机会试试 多仔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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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